有種心態 這球拉到了左半邊 落在界內 有機會 有機會 讓出局的情況之下 龍隊有沒有機會卡回第一分呢 累上跑水在三壘被擋住 劉慶龍這時候來了一支二壘安打 所以今天龍隊的慶祝動作又改版了 但是這就不知道又是怎麼哏 這個球有稍微爬到比較 好攻擊的位置 有一點是他的騙數久難 前天是後續得知 是抖音的前任出兵 那今天 可能待會又要 請大家來提供一下資訊 畢竟龍隊這群小將們 都是二十出頭歲 我說老實話 跟他們可能都有一些代勾 這球打得不錯 在右半邊是一次落地的安打 龍隊第一分回來 現在打者繼續闖魂壘 發現是跑者闖魂壘 2比0領先 這次安打一打出去 加上兩出局 所以二壘上的劉慶紅也是拔腿狂奔 對 那至於打擊的 石像玲就是趁船競戰的二壘 好啊 劉慶龍的速度也相當不錯 好啊 本季他在二軍則是打了八場比賽 兩拳二二打 其實這球 在左半邊那個飛球 落地再度行程安打 龍隊的第三分現在要闖魂壘 沒有問題 石像玲也滑回來 在兩出局之後龍隊接著的散致安打串聯 現在取得了三分的領先 兩隻二壘安打 一隻安打 串聯起來了 這個打的不是那麼扎實 但是弱弱點非常好 今天來到一軍支援的林孝成 在這時候也踢球隊貢獻了相當關鍵的打滑地 因為天母球場也有安裝這種TACMAN的系統 可以統計球員的不論是抽手轉速 或是打者的擊球出速仰角等等 這幾天在天母的比賽也有看到轉速 是有呈現出來 這球二壘手碰了一下沒有籃盪 林孝成繼續往三壘做推進 王隊兩出局之後攻勢 繼續的往下串聯 所以大師兄的慶祝動作 好像就是比別人要來得花俏一些 動作有稍微大一點 對 有點擠壓倒 但是球也是打得很扎實 一個時間 算是滾動的蠻快的 沒有辦法籃下來 有點少 紀錄上給了林孝成一支安打 所以大師兄今天是二支二 好啊 捷舞 頭出局 Rain 10